对 原来你八十倍 我还一直以为 她是得了什么病 晓晓 这事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 我 我 我明白 你妈刚才真的是 情绪太激动了 把我吓死了 招待把你给打伤了 我早就习惯了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什么 我爸出事之后 他只要一想起这件事 或者是碰到 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他就会变成这样 情绪就没办法控制 不过 我看来你妈真的很爱你吧 你知道吗 我妈年轻的时候 是这个献成昆曲团里 最有名的震丹 她最出名的两个戏 一部叫《桃花扇》 一部叫《牡丹亭》 每次只要剧团有慰问演出 县里的那些男女老少 就会放下手里的活 赶过来一堵她的风采 而我爸呢 当时只是剧团里的一个 新来的木匠 我妈当时风头正进 我爸却默默无闻的 所以我爸 我妈 虽然心里一直爱慕着我妈 但却因为身份的差距 没有办法把这份爱意说出来 我妈 她开始只觉得我爸这人忠厚老实 也没往别的地方想 我爸的性格 从来不会为自己去争取什么 喜欢一个人 只要看着她每天过得好 就已经狠心满意足了 换句话说 按照我妈当时的势头 要是能真的嫁给一个好人家 我爸也会忠心地祝福 但没想到 一切都变得那么快 我妈总是那几部 传统的剧目来回地演 观众也开始听腻了 剧团为了卖票 不得不开始排演更年轻 更活泼的剧目来迎合观众 我妈不肯 她想坚持传统 但很快 就被一些更年轻的演员代替了 也许是意外 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 在那场演出里 我妈腰上的旧伤突然复发 也就此终结了她的演艺实验 清风 只要你愿意 以后我养你 你爸这个人 真的很了不起 在你妈最风光的时候 她默默陪着她 不打扰 在你妈最落魄的时候 她不离不弃 他们结婚之后 我爸就用自己一点一点 攒下来的钱 我之前在县城里 开了一家五金杂货铺 她还会做木雕 所以就把木雕当成了副业 我妈呢 就在店里给她做帮衬 她们结婚的第二年 就有了我 我们一家三口 虽然日子过得有点结局 但是也和和美美的 我只是不愿意 让我爸妈 过一辈子的精品生活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让她们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我知道我唯一的出路 就是高考 是729 450729 怎么了 好 好 谢谢 怎么了 爸爸 你快说话 考得不太理想 不可能 我咕咕过来 403 这吓人哪 爸爸 你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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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嘴高啊 晓晓 那我可以吃完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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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 是 是 你老想着去华大去华大 那本地读师范不也挺好的吗 有不呀 毕了业还可以当老师 又去上海 是 是 但是 上海啊 对晓晓的经济发展有好处 这种像的她 不是 妈妈是舍不得你 你舍得呀 是 我也不舍得 但是爸爸支持你啊 嗯 既然决定去上海了 那就好好去 拿出优异的成绩来 然后给妈妈 给爸爸看啊 来 来 吃 你孩子长大了啊 有选择了吗 成长 来 你不高兴吗 那成长也不能说 跑那么老远 我不吃 我不吃 你吃 你吃 吃不吃啊 你吃 这一把年纪还修得哪些啊 酸吧 酸 酸 祝贺啊 真甜哪 好 你问清楚了吗 第一志愿怎么能掉档呢 我们不是超过录取分数 限十一分了吗 她这个学校的就是这么说的 是 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好的结果呢 上个普通二本 就差一点就得落到三本了 好 好 老爷 想吃饭了吧 我吃不下 我不吃了 你叫晓晓 让晓晓去 我 我去叫吧 去叫 晓晓 你干什么去 晓晓 叫晓晓 讨个说法去 你不要去 我去 我去 你再等我爸爸拿包去 你等我 我自己去 吃完饭再去呀 你再帮你查一查吧 跟你说了这事我真管不了 把我说了 不是 你不想去 走 你闭嘴 快了 他们都改变了 他 妹 有事 你 警察同志 一会儿家属来了 我能不能见一下 这件事情啊 根据现场的几个目击证人 提供的口供 我们初步判定 是由于对方闯红灯 所造成的事故 属于对方权责 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呢 见到你们之后 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刺激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边呢 还是尽可能地回避一下 那儿警察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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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他趴在哪里 老 老袁在哪里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还顺便吗 爸 你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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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叫郑建国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很遗憾 对不起 爸 爸 如果有什么条件 您尽管提 我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刘女士啊 刘女士啊 首先我们要告诉您的是 赵氏司机叫程鹏 郑建国他只是当时车上的一名乘客 其次呢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呢 已经附和过了 是因为您的丈夫闯红灯才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对方呢人家是正常驾驶 也没有饮酒 事故发生之后也没有逃逸 第一时间选择把您的丈夫送到医院里全力抢救 所以啊 您不能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我们也不能给您立案 当然了 对方也说了 愿意对您进行一些这个经济上的补偿吗 我不要钱 我要命 告诉我那个叫程鹏的现在在哪里 他撞死了我丈夫 一命还一命 我不会放过他的 刘女士 您听我再跟你解释啊 既然对方他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您是不可以见他的 并且我觉得 现在您的这个情绪有点激动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 确保这中间 不会再发生什么二次的伤害嘛 对吧 你们不管 那后来呢 后来我妈逢人就说 我爸是为了去给我争取一次重新报志愿的机会 才丧命的 当时媒体也来报道 这事引起了教育局的高度重视 学校调取了我的高考成绩和档案 决定网开一面 最后给了我一个调机名额 把我从原先调党的国际贸易系 调到了金融系 那这么说的话 原本你我赵雨桓 我们三个应该是一个专业的 你爸 我懂了 所以你妈会怪你 他觉得 要不是你一定要考 上海的华大 你爸 我刚才就应该去 继续追那个什么郑建国 抓到他 逼他说出来 装死你爸那个人是谁 他现在在呢 我们找到他 这样你爸就不会怪你了 他要是愿意说 他早就说了 而且我知道 装死我爸的人是陈鹏 他其实不过就是个帮凶 我才是主兄 是我害死我爸的 我妈恨我是应该的 晓晓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才不是主兄呢 你妈妈不会恨你的 你是她女儿啊 我爸除了是我爸 他也是我妈的爱人 我害死了我妈的爱人 我妈能不恨我吗 我如果只是个路人 我妈完完全全可以 像恨郑建国一样 恨得咬牙切齿 可我是她女儿啊 我妈虽然看上去暴躁刚烈 但它其实是猪吐司草 而我爸木讷老实 其实是我妈 判孕而生的大树 树毁了 这草活着的意义也不大了 我妈在我爸出事之后 自杀过一次 自杀过一次 什么 那后来呢 后来被救回来了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 但是后来我们为了还医药费 还有维持以后的生计 就不得不把我爸的五金铺给卖了 所以你从那以后 你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是吗 所以我大学四年才一直都在打工啊 我妈那次自杀被救回来之后 她自杀的年头就从来没停止过 我在她病床前我跟她说过 我说如果你还是想要去死 那我也就不活了 你用什么办法去自杀 我也用什么办法去死 晓晓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 好了 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真是太混蛋了 晓晓对于你而言 大学不仅仅是大学 学位不单单是学位 可是我却 我真的是个混蛋 好了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你知道我家的情况了 贫穷 无助 绝望 甚至还有点可怕 你还会接受这样的我 和我与众不同的家庭吗 如果您愿意接受 我永远都不会松手的 是 晓晓 不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 放心吧 晓晓 我在你 不论你的家庭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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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一下 妈 你先别进去了 我怕他看着你又受刺激 我进去跟他说 没事 我看着你 郑建国追着了 追了 他跑了 跑了你们去那么久 我 我跟晓晓在河边散了会儿心 你老实告诉我 他那十六万 是不是跟郑建国要的 不是 阿姨 我跟你发誓 我拿我所有的发誓 这钱绝对不是郑建国的 真的 我 我这么跟您说吧 小小的老板呢 他是一个 善良 优秀 而且还大方的人 他还跟你们是老乡 所以啊 他那个人就特别喜欢帮助 一同在上海奋斗的小老乡 还有一个道理就是 他是一个大企业的大老板 所以呢 他这个十六万 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 咱普通人的十六块钱 是这道理 好嘞 我再跟您说一下我的心里话 我啊 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到时候 您和小小就不用担心了 您吧 就绝对不会再为别人技巧 我 我可以的 你小心点儿 没事啊 没事 那我出去吧 这真好看 我妈怎么样啊 我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妈没事 我跟你妈说了 是你那个又优秀又善良老板借你的钱 你妈以后怎么不掉啊 她当然不会喽 我爸才舍不得让她干这些粗活呢 我爸说我妈的手是唱几人的手 平时让她做做家务 煮煮饭已经够委屈她的了 我看你妈又在那儿做木雕 可能是想你爸了 我去煮饭 好啊 我帮你 你妈喜欢吃什么 咱们一起弄点她喜欢吃的 好 好 来来来来 好 好 检签 无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个电话 喂 情况怎么样 好 我知道了 拜拜 拜拜 走了 拜拜 事务停车 谢谢停车 你不想活了 帅哥 加回信吧 亲爱的 亲爱的你没事吧 被撞着你吧 没事没事 一点是没问题 谢谢啊 你可以松手了 拜拜 拜拜 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洗完了 看什么 再看你的过去 你发现没有 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 你过去的这些荣誉 你妈都给你留着呢 这说明啊 她嘴上说恨你 提着心的嘛 特别爱你 我们家没有空调 你凑合着用吧 谢谢妈 你早点回房间睡觉啊 你看见了吗 我刚才叫她妈 她默许了 还跟我笑 她笑了 她默许了 她还对我笑呢 妈 看你激动的 妈 妈 是妈送的电光扇 快去吧 晚上睡了 妈送的电光扇 我拿走了啊 早上睡 晚安 晚安 我无价可归了 你愿意收留我吗 我要是说 我不愿意呢 那我就完蛋了 我离家出走的时候 什么都没带 就带来这么个包 好 就算我什么都没有了 有你 就什么都有了 对了 我让你找你妈 要的户口本呢 等你先拿到你的户口本再说 你认真的 干吗去啊 回家偷户口本啊 咱俩现在这样 不就挺好的吗 有道理 又好像没道理 不过 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 干吗 你给我放开 走喽 这以后就是我的城了 小小小 小小 我有很多梦想 每个梦想里面 都有你 爸 您放心吧 我现在很幸福 我想我会一直这么 幸福下去的 来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谢谢 早 早 事情处理完了 解决完了 你现在整个人啊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也特别轻松 看起来也开心多了 接下来就要好好工作了 没问题 没问题 陈总 上次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我现在有答案了 沈侯她对我来说 不是烛火 也不是灯光 她对我来说是太阳 有点肉麻 有吗 郑总早 早 那我注意点 郑总早 早 你知道吗 我当时差眼和沈侯尘同班同学 但是我高考的时候 出点事故 我高出的录取分数限十一分 但是我还是没能上第一支援的华大国际贸易系 我最后勉强调党调道的金融系 事故 算了 具体的我就不跟你说了 高出这么多分爱调党 不应该啊 所以我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呀 你要不要喝咖啡 我帮你磨一杯 不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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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总 我之前让你帮我查侯岳正的事 查得怎么样啊 事情有点举手 好像有人故意研发了什么 再给我点时间 吴总 中辉这个项目再不推进 会把我们前期投入都打水漂的 我已经说过了 中辉的情况特殊 现在暂时停下来 是为了避免 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 用这段时间过去了 把我们再重新推进 但吴总 这中间的损失怎么算 我们要是现在不跟进 到时候 让别人抢了先机啊 那后悔也来不及啊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二位 正好说到这个问题 两位又是负责中辉合作的 这个项目目前前期账目 有一些问题 我想向两位请教一下 账目问题 吴总监什么意思啊 没有别的意思 我作为咱们公司财务总监 对项目资金的投入有一些疑问 吴总啊 这倩倩好像对我这叔叔 有点不信任了 倩倩不是那个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是不相信二位 只是这个项目资金流 她的确没法打 我在公司做了二十年了 一直尽心尽力 怎么 现在当着大家的面 怀疑我 不是 中辉的事情了 我们是检察院的 乃威是吴天盛先生 知识了解情况 回去跟妈妈说 不要担心 知识 怎么了 什么情况 怎么了这是啊 倩倩倩 你怎么还没走 下午人事部的人说 公司因为面临危机 部分员工停职 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不马上要走了吗 我来给你告个别 有什么可告别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毕业的时候 我们已经告个别了 你怎么还不走 我以为 我们至少也算朋友嘛 朋友 你是这么想的 不是吗 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朋友 只有利 相信朋友 就是我这样的想象 你看到了吗 我这就是相信朋友的结果 凭什么 凭什么什么倒霉的事的 发生在我身上 老天爷他从来都不拱起 要报应应该报应在 背叛我的人身上 你还在记恨颜小辰啊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应该报应在他身上吗 那你先看一眼赵总那个项目 聊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吧 看我干什么 据我所知国家劳动法规定 每日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八小时 每周的工作时长不能超过四十四个小时 他早就超了吧 你这么拼别人会以为我们爹是苛扣员工呢 程总 乔总 我这不是欠着债主的钱吗 想要早点还钱 所以才要加倍地努力 好还清债务 这是我自愿的 公司没必要负责 债主 你这么想 你的债主应该很欣慰吧 听说日清科技那个项目 分析被辛迪驳回了 一次不行就再做一次嘛 秦总能不住 这么说下午的会议上 能看到你的第二半方案 嗯 我很期待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也很期待 日清科技现在的自信等级频道的是3A 万和科技频道的是2A 谢谢 所以说你的这份方案 日清科技这个项目的 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 对 怎么样 还有没有别的建议呢 这份报告 数据详实 参考了日清科技和万和科技 包括经营状况在内的 所有必要数据的综合评估 而且连信誉度抽样都有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一个新人 把一个分析报告做得如此面面俱到 我没有问题 非常好 谢谢乔总 我还是第一次听乔总 这样评价一份报告 不是 表示他对得起一定的两个字 对吧 那好 那这个项目就交给阎晓晨负责了 好 乔总 大家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有 再会 好 你好像 没有想象那么开心啊 意料之中呀 那你那个债主应该很开心吧 因为他很快就要收到你的还款了 他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 好吧 加油 好 我现在就去了 我现在就去了 你好 电梯在哪儿 这边 邓总 任小姐 很期待跟你合作 开始吧 现在呢 对目前国内二手车市场的 主要的销售模式啊 是寄予评论费 和租金要打下 好 猴子 出来卢串 我去了 你什么情况 快点 别关键时候掉链子啊 我要睡了 不是吧 大哥 才十点钟 生活才刚刚开始 来吧 晚安 猴子 你变了 我不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作词 感谢观看 我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